你怎么看待狱警这份工作 这就是我说的一个非常 能够看到人性丑陋的一面的东西 我为什么这么去说 因为知道有一个社会学家 他曾经做过一个实验 就是让一帮没有犯罪的人 然后他模拟了一个监狱 大家做了一个长期的实验 就是一部分人当抽签 然后当这个犯人 一部分人当狱警 结果在15天以后发生了 就15天啊 其实从一周以后就发生了 就之前大家都是平起平坐平等的 哎对斯坦佛监狱实验 当狱警的这部分人啊 明明大家都是一样的 甚至有一些是现实生活中 打过照面认识的人 开始越来越去利用自己的权利 去压迫这些没有犯罪的 去扮演犯人的这些人 去做很多的事情 包括辱骂殴打 包括用他们的权利去压迫他们 然后最后这件事情 变得不可收拾了 就是他们真的沉浸到 预警的这个角色 说白了他们去POA的整个过程 也有很多的犯人 就是接受的这种POA 如果没有这个实验的话 大家肯定是 你平时骂我呀 虽然他可能不会还手 但是他一定是你懂吧 你骂我一句我骂你一句 所以我觉得预警 在从事这个工作的时候 他要把握的并不是一个 我这份工作说 我收入多少钱 或者我做的好不好 而是他像所有的公务员的行业一样 就是当你有了权利以后 你如何去把控人性 做得有点大 当你有了权利以后 你如何去把握你自己 你说预警这份工作 他每天所处的这个环境 你每天跟犯人的这个交往 其实他的心理 也是一个不正常的心理 你每一天 你会有这个权利 而且你的权利被放大是什么 就相当于是一个 我不拿普通的学校做比喻 我拿一个就全是坏学生的 这种工读学校做比喻 就全是犯了错的年轻人 但是法律判不了你的 在这里面 你觉得在这个学校里面的 所谓的班长跟老师 当你有了权限 你不用太大的权限 我的权限就是可以给你分配 午餐跟晚餐 就这一个简单的权限 你觉得 他的心理上会不会有变化 人在有了权利以后 都会产生变化 人在有了财富以后 都会产生变化 是一样的 他永远是把双人间 对